汽车的外观还有内饰内容 我打算用环灯片来展示 先打开产品详情页面的试图 Pages Vehicles Show.wxml 注释掉之前添加的这些内容 里面我们可以用一个 Swiper组件 上面加上一个SectionLay 让它去占用整个页面的高度 这里我们可以再给它起个名字叫Story 再把它的这个IndicatorDots 设置成True 去显示一组导航点 这个环灯片项目我们可以去用一个循环 先添加一个Block 上面用一下WX4 循环的数据就是EntityMeta下面的ExteriorDesign 每一个项目都是一个SwiperItem 把要显示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组件里面 添加一个View 上面加上一个Content 里面包装一个Subheader 这个文字呢是外观 下面再添加一个Header 内容就是Item下面的Header 然后是一段描述文字Description 显示的数据就是Item下面的Description 这个内容的下面是一个Image 图片的地址是ItemImage 把它的Mode设置成AspectField 下面再去添加一个可以显示内饰内容的一个环灯片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份刚才添加的这些代码 然后呢去修改一下 这个循环的数据就是Meta下面的InteriorDesign 这个字标题的文字是内饰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区分 我们在上面的这个环灯片的包装的上面 加上一个White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设计一下这块实图的样式 我们先去新建一个样式文件 名字叫Story.wxss 打开小程序的主样式文件 导入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样式文件 在这个样式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先添加一个Story 如果Story和White同时在组件上面出现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组件的背景颜色设置成白色 再设置一下Story下面的Content的样式 它里面包装的是文字内容 我可以先让它变成一个Flagbox 把Display设置成Flags 然后把FlagsDirection设置成Column Height高度设置成38.2Vh 上面我们可以留一点内边距 大小的是10% 再让文字可以居中显示TaxAlign设置成Center 下面是大标题的样式 Story下面的Header 字号我们可以设置成48Rpx 加粗显示文字 MarginBottom是16像素 接着是字标题的样式 Story下面的Subheader 字号是28Rpx TextTransform设置成Uppercase 让它变成大写的 再添加6个Rpx的字兼具 MarginBottom可以是8像素 文字的颜色是黑色 不同明度可以把它设置成0.75 我们可以再去设置一下Story下面的Description 先给它添加点内边距 上下是0左右 可以设置成12% 最后是Story下面的Image 还有Story下面的V6的样式 我们可以给它们添加一个统一的高度 设置成41.8Vh 然后再去预览一下 再去预览一下 感谢观看